中国著名戏曲家间画家杨渊 于本月15月至21日 在本校文物与艺术馆举办 杨渊戏曲人物画展 转出于40幅戏曲人物画像 在15月下午举行的开幕礼上 大会邀请到马华副总会长 同时也是新山一带一路中心主席的 拿督斯里和国中博士担任开幕嘉宾 来自中国上海 身兼画家与戏曲演员的杨渊 特地在现场边唱边画 展示毕生绝学 拨得现场观众频频叫好 现任上海市戏曲学校高级讲师的杨渊先生 原是上海京剧当家小生 金坤艺术大师于正飞的学生 杨渊先生在学习之前就曾跟随代郭邦先生学画 后在演戏教戏之余 在艺术大师程石发及毛国伦等先生的亲自指导下 专攻戏曲人物画 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 不论是在戏曲还是绘画上 都有高超的造诣 在19日下午 杨渊先生也在文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与本校师生和金剧艺术爱好者 进行分享和交流 分享了中国金剧界的各种趣闻意识 南方电视台 郑国豪 杜新田 吕慧于拍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